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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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的戲劇理論大師 史坦尼茲拉夫斯基的說法 就是 由愛到內 再由內到外 不行了 我真的好痛 好痛 對了 再多一點 真的很痛 很痛 很痛 對 不行 很痛 痛死我了 好痛 好了 精神一點 臨時演員也是演員 好痛 你不要這麼過分 我已經七情相片 典床典隻 你不是要我像大媽那樣 滾來滾去嗎 好痛 好痛 痛死我了 那你是武器 我真的和你交流不了 Please認真點 我明天還要去Casting 你浪費大譜 好痛 我不要生氣了 我因為刺爆你的背 喂 Hello 鄧醫生 又是你嗎 難怪在外面撞下的聲音 你的姑娘多壞 不讓我打尖進來見你 你的戲那麼糟 連我都騙不到 怎麼騙姑娘 變得你這麼好 忠孝 唉 唉 請坐吧 我都很明白的 兩位這麼專業的演員 由愛去到內 再去到外 這樣呢 是很合理的 但是呢 好像我這樣 外科就是外科 是不會由愛去到內 太硬了 醫生 你愛不愛 關我還是由愛而愛 做回愛什麼事呢 其實呢 我想和兩位再次解釋一下 其實在下呢 正正是一位外科醫生 我們知道 你知不知道外科醫生的負責範圍和分類是怎樣 唉 你都可以趕來聽聽 唉 你說吧 說吧 其實外科呢 又可以分成 腦外科 心臟外科 大腸外科 肝膽炎外科 血管外科 乳腺外科 小炎外科 或者僵刑外科等等 簡單來說 外科醫生 就是用手術來幫病人治病的專科 我來的 噢 那我就很痛啊 你先看我吧 你走啦 我不想搞大件事啊 我趕時間見客 麻煩啊 我趕時間見客 我現在趕時間卡住了 醫生我先去住啊 兩位冷靜點 不用每次來跟我趁數都吵戀巴閉的 因為醫生都具備專業的知識 會比較清楚哪一個專科醫生 最適合幫你診治你的疾病 甚至同一專科裡面的醫生都各有所長 另外 我們都應該對醫學的分類有概括的認識 這樣有助跟醫生溝通 根據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分類 現時一共有13個專科 第一是家庭醫學 第二是內科、外科、精神科等等 燕姐 你生非知 就應該去找一位家庭科醫生 或者去看後患科 奶奶你肚痛呢 我都可以幫你看的 不過麻煩你先派對 找到那邊 小心看路 拜拜 你啊 又是你啊 你最厲害了 這個你就夠了 下一位啊 麻煩 走啦 沒死 一邊 有 一邊 那一邊 你 你 哪一邊